腾讯体育8月15日去,在7月底江西公开赛上,王强成为了又一位实现职业生涯学会在手换突破的中国球员。 此外,以王强为代表的中国球员,在本届比赛中,显示出的不俗状态,也让人对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真诚充满期待。 今天晚上,王强就在微博中秀出此次出战亚运会的中国网球队全家福,简直哑家打,王强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球员,职业生涯中还未能捧起过群晖赛单打冠军。 今年整齐公开赛王强成为了第八位手握WTA冠军头衔的中国女子球员,也是本赛季季大阀之美,克鲁尼奇和梯玛利亚之后,第四位斩获胜然寻回赛首冠的球员。 至此,王强将本赛季的战绩变成了十四胜十二负,他在亚运会,以几杯美英帝赛和亚洲赛季的表现只得期待。 十五日晚上,王强在自己的微博更新到,Tim Chinen从发出的图片看,正是本次亚运会的中国网球队全家福,即将奔赴亚运会赛场。 同时满眼兴奋的还有吴迪,他也在今晚更新说,据说必须要有颜值才能驾驭这身衣服。 你们觉得怎么样?准备提成亚运会,努力在亚迦达留下佳迹,王强、吴迪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网球,对于出战亚迦达亚运会的斗志。 亚迦达亚运会的网球比赛将于8月19日开赛,共分男单、男双、女单、女双、混双五个项目。 由于亚运会比赛时间和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时间冲突,所以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会在亚运会和美国网球公开赛两场比赛中做出选择。 张帅和王强将领衔女单,彭帅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亚运会。 男子方面,张帅和龚茂欣将参加双打,他们是目前亚洲最优秀的双打组合之一。 在今年4月戴维斯杯与印度队的比赛中,张帅和龚茂欣面对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双打组合,显示出了很强的竞争力。 这次能走多远值得期待,男子单打选手吴义炳这两年一军突起,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网球新的希望。 东小麦被安德也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